道琪球星大谷翔平周六穿着队友球衣练头画面公开 这也是他开刀后受刺上场练头 让球迷兴奋不已 但周日道琪对上光芒 八局下大谷打击时竟然发生意外 球迷看着大谷按着左手腕表情扭曲 他们先是惊呼骂上虚声四起 因为光芒投手Love Lady的升卡球竟然打中大谷 索性经过检查后一切正常 但道琪交投赛后坦言 当下真是吓死了 紧接着上场的队友Mookie Betts 马上开轰两分炮帮大谷抱一箭之仇 道琪中场以三比一获胜 童天扬鸡对上洛基 也出现惊悚一幕 洋基Stanton打击时竟然球棒断裂 甚至击中后方主审Marley的脖子 Marley通到跪地 也无法回应冲过来关心的人 最后他被担架抬出场 初步检查已经有脑震荡情况 下周赛事都无法出席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